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者 到高雄市议会议长许昆源住宅前献花 难过到会下致意 昨天晚上韩国瑜遭罢免 许昆源才分享韩国瑜脸书的文章 这一次谁会是赢家 没多久后就在8点45分 从住家坠楼身亡震惊各界 韩国瑜得知后赶到殡仪馆表达哀悼 深夜在脸书发文正知事一时 生活还是要过下去 呼吁大家保持冷静 随后又赶到许家慰问 许昆源坠楼时 他的妻子也在家里 但当时他独自在房内 不知为何坠楼 他的妻子得知后 当场情绪崩溃 医师还到许家为其打镇定剂 稳定情绪 有人猜测 许昆源可能是 无法接受罢含结果而坠楼 检方已连夜相宴 初步发现 是全身多处骨折 排出是人为因素 由于没有留下遗书 详细原因还要调查 家属今天已进行召魂仪式 就在罪楼意外传出后 媒体及网络 有许多传言 国民党议员协同 许昆源之子 签面驳斥 要求不要再以额传额 并保留法律追溯权 请不再消费我们徐医长 请你往生者为大 今天国民党高产的市议员 前往冰影馆吊宴 社会是有公道的 台湾人民心中绝对有一把子 来看待这些事情 不要在这个时候 在任何人的伤口上面杀到他 也希望悲剧到此为止 也呼吁大家能够冷静 国民党前主席吴敦毅 前往桑宅 献花致意时难过到 给夜落泪 力挺韩国瑜的许昆源 去年七月脑中风 复原状况不理想 一直郁郁寡欢 但还要抱病 到市议会挺韩 大汉韩国瑜的好交情 众所皆知 早安的投票后 我叫我朋友好朋友 注意一下 因为我不知道董得住 就是什么事情 要董得不如想 这是我会听 这个来分析说 我真的很感觉 真的很疲痛 我几乎第一时间 很难相信这个事实 夫人怎么跟你讲 他很难过 高市议会为表达哀悼与敬意 惊喜降旦其一周 同时也组智商委员会 协助家属 预计明天开放各界调宴 东新闻高雄报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